PS4 PS5之父操刀PS6游戏机 发布时间及首发大作曝光 Sony过去的两代游戏机PS4 PS5接取得了市场巨大的成功 若要说背后的功臣 Mark Kearney此人一定名列其中 连续设计两代PlayStation游戏机 其实还包括PS Vita已经创造了历史 据多方爆料消息指称 其已被Sony为以重任 开始了PS6的开发工作 自2020年11月发售三起 PS5已进入第三个年头 下一代游戏机的开发的 却应该排上日程 事实上 外媒于上月底提及 Mark Kearney提交的 一项与光纤追踪加速有关的 新专利中所涉及硬体与PS5无关 更像是为下一代游戏机做准备 至于有没有PS5 Pro 目前暂时说不准 现在浮出水面的PS5改款机种 是外接USB光碟机 并未涉及CPU 显示卡 储存等硬体部分的任何改变 据Sony文件 PS6将会于2027年之后推出 最后的生还者3 或将成为首发游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